中华浩瀚的戏曲大河中 昆山腔 易阳腔 皮黄 琴腔 为四大畅腔源流 而有千年历史的清楚古音 易阳腔 在流经宁中永安时 与大山融合 吸纳其当地的道士腔 删割掉 形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一个 唱腔变体和演艺模式 就此 一块戏曲活化石 藏于深山蜜林里的小村庄 在我身后呢 是一片深山蜜林 这里面啊 藏着一个神秘的村庄 叫丰田村 可别看它不起眼 但里面潜藏着国宝 什么国宝呢 不要急 等会啊 晨晨慢慢地告诉您 诶 听 好像有什么声音飘来 阿伯 打扰您一下 听说咱们这个村啊 有这个大腔系 那您平常都是什么时候看的呢 正月啊 正月十五度九 过年的时候也有 过年的时候也有是吧 是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古城门 里面房子就是当年丰田村 雄信开山主 雄十三宫所居住的地方 大家可以跟我进去看看 师父您好 我看你们这个化妆很特别啊 能跟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化妆有什么不一样吗 跟平常的一些细的那个化妆 我们老子中留下来的化妆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红黑白三种颜色 就是按不同的酒色还画不同的妆 就是这样子 比较武将啊 文将啊 文光 这个江城啊 中城啊 这个有一个差别 就是 其实颜色只有红黑白三种 红黑白三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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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服装有什么特别的吗 服装嘛 就是以前最老的古装嘛 古装叫什么 我们大山系的特色嘛 就加一个虚刀 这个虚刀 其他细也没有了 对 我看这个都挺漂亮的 整个花 对 花纹很精致 对 那这个 那鞋呢 鞋 以前是用自己 人家用枪层 签层底 那个捏起来的 用绳子 我能看一下吗 可以啊 这个鞋 很少工作的 鞋底挺厚的呀 对 都是这种黑色的吗 黑色的 对 都是黑色的 师傅 我想请问你们 这个大枪戏 有分为哪几种角色呢 我们大山系 有分为大花 二花 三花 还有这个老荡 还有正荡 小荡 花荡 还有是小孙 正孙 老孙 就是这几个角色 那旁边这两位 是扮演什么角色呢 旁边这个是 算大花 大花 那这个是算二花 二花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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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